三公主不过是想要一个月人 林七居然敢不给她 那就让林七手里的月人 一个都不上 那我们是把月人都杀了 还是把教坊寺给点了 城主 三公主正直妙龄 身体强健 而韩慕却患有心急 命不久矣 韩慕愧不能当 特请城主下令 将教坊寺月人 一并送入三公主府 给她弹琴唱曲 消遣寂寞 韩少爵 你应该好言规劝三公主 怎能让月人都进入月理府呢 韩慕自觉使人无端 无法潮拔三公主左右 但只要三公主开心 就算阿牧有一天离她而去呢 也无憾 既然韩绍军心意已绝 那便远了 即日 叫教坊寺的月人 住进月理府吧 谢谢圣主 谢谢圣主 三公主 你看看这个事 三公主 小人还以为您心里只有苏慕呢 这不 把小人也带来 不停 我 我 三公主 什么情况 据说是城主下的令 我们以后 就都归月理府了 见过三公主 见过三公主 零七小姐 零七小姐可真是高峰两洁 给钱你不要 这不 依法取定了 你 大大王 我 我打你 零小姐 怎么了 要来月理府撒野了吗 她是城主女儿 处处压我一头也就算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敢跟我叫吧 我记得 你也用鞭子 不了 那都是老黄历了 我现在有你就够了 接着 好 月理府 这笔账 我零七记下了 零七 其他月人你都带走吧 我只留苏木 三公主 韩绍军为了这几个月人 不惜自亲自荐 现在啊 事情都传言 你们夫妻俩 一个敢要 一个敢收 不 她为你牺牲了这么多 这几个月人 自己留着用吧 是你 夏母亲 要来这些月人在府上的 你还 自亲自荐了 你一个女人家的 问这是做什么 你也好意思往外说 我怎么就不好意思 往里听了呢 我 三公主 这么多人往哪儿搁呢 属下拜见少君 起来吧 少君英明 能想到如此办法 让小人名正言顺地 与少君相见 只是 恕小人无能 潜伏在花园城多年 竟没有打探到 龙谷的下落 但是小人接待的恩客 都是达官贵族 这花园城有多少存盈 护城均有多少兵马粮草 还有那花园城主的 身体状况如何 我可是无一不知 无一不晓 少君 您想知道什么 您尽管问 陈千千以前去你们的 都干些什么 少君 不 听闻 教坊苏的那些月人 都被二郡主给收了 什么 是刚听说的 是刚听说的 还写什么 楚楚近日来 越来越懈怠 整日与教坊司的人 混在一起 还能有什么好名声 枉费我为她 铺路许久啊 承主息怒 听闻三公主最近有所收敛 府中的一位月人 也马上就要送走了 就有此事 似乎 是为了韩绍决